彰化于市场即将启动签建 目前客阵办理都市计划用地的取得作业 为建设现代化的市场设施及冷链系统 县府组团前往日本东京都考察 县长王惠美与成员一行 清晨5点前往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丰州市场参访 该婆厂是由原本在市区的住的于市场所签建 王惠美表示 东京丰州市场 有清果、蔬果、新鲜的鱼货的拍卖市场等等 看到有许多鱼民巴布捞到的新鲜鱼货 提供给一些餐厅业者来挑选想要的鱼产品 还有各项浓鱼水产的批发 从进货到出货 市场运作相当完整 相当值得学习 我们看到市场内的运输工具都是采用电动车 推动永续环境做得很好 还有也有空中花园提供民众休憩 有很好的市场环境 今天来看我们的这个 要衔接到出货的一个地方 可以说做得非常环境 那也是我们来学习的这个地方 看到它包括里面车是用电动的对环境的这个部分 来到館店有一个空中的这个花园之类的 那在在都是在讲说对环境的一个这个 让我们有更好的一个环境 那这里提供给渔民也提供给这个营业额在现场的拍卖 取得好的一个价格 我们中华目前国菜市场有部分的两年都在做 另外就是我们的市场 中华目前就要来做相关的改建了 这都有很多部分都在我们来学习的 那我们这个中华官 在我们的家族这边也有一个两年三月 最近就开始要来做相关的这个 基建了 那也希望说 透过这样让我们的农民有一个好的收藏 不要说浪费的时候介绍就帮了 希望说调整这个我们的这个市场 让我们的农民渔民都有更好的一个这个收获 张化人张化是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导